Hello,大家好,我是冬哥,放飞冬哥 刚刚我去拿了包裹 是从淘宝上买的,寄到泰国来 一般我们在这边 在泰国买淘宝上 买国内东西 都是先发到广州那边转运舱 转运舱然后再过来 大概陆路的话 一般情况下是七天 然后海运的话大概是15天左右吧 差不多是这个时间 但是现在因为疫情吧 我觉得疫情一直关口那边 好像经常是会被关着的 陆路 所以这个包裹一等等了快两个月了 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么一个包裹 你看啊,它是 我是2月份下的单 2月22号其实是寄到广州转运舱 就出发寄到广州转运舱 然后是三月份吧 三月份它从那个广州出发 三月初从广州出发 差不多正常情况下其实也就三月份能到 但这次就特别久 然后瘸了我 瘸了 昨天踢球 昨天踢球不小心 卡一脚踩下去 没有踩到别人腿也没有怎么崴脚 但是一脚一用力 踢下去以后 废了 就那会感觉就不太对了 但是当时还能踢 今天搞得连路都不太好走 这个脚就不太能吃力了 惨了 惨了 年纪大了 原本我的理想状态是 我是生龙活虎在场上 结果现实就是很悲惨 好了 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做个开箱视频 因为也变成残疾人了 也不高兴出去了 行动不便 还好瘸的是左脚 瘸的是右脚的话 连车都开不了 哎 哎 剪刀 这个包裹我是挡了好久了 我就生怕他给搞丢了 搞不见了 那我就算是大了 好几千块钱呢 包的还挺严密的 这边这个包裹运过来 邮费就是从国内运到泰国的邮费 是一百多泰铢 二十多块钱人民币 价格还可以 然后 像如果你是很轻小的东西 邮费从泰国运过来 也就几块钱 所以还好 但是最大的问题 其实我们在这边买东西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一次性的 你买完了以后你就甭想退了 因为按照他的运输时间 你肯定就过了七天无理由退换了 除非这个东西 即使这个东西本身出现质量问题 你还要寄回国内 然后再退得不偿失 因为现在寄回国内的价格 那就是天价了 和国内往这边寄的价格 没得比 那怎么包那么一样 这就是在这边网购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缺点吧 应该叫缺点 或者就是说 还有就是怕那个被征税了 我可能我也担心可能进来被征税了 因为是电子产品 泰国海关给征税 还有就是往这边寄包裹 你切记就是外面包装盒是有品牌的 比如说你有个耐克的 你外面包装盒是个耐克的盒子 或者比如说安帕的盒子 或者什么什么奢侈品 大盘 那完了 那你就要被征税了 只要是泰国海关认定你这个是品牌 而且是在泰国这边有的 那你就得被征税了 这个是而且不低的 他不把里面装的去 他先看就好了 对对对 这个就是这个 其他都是配件小配件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 这是难得我老婆挺重说 这个东西还不错的 一个 一个东西 是菜皮肤要买的 看 登登 360 insta360 拍拍视频用的 哇 这是花了大价钱了 我拍视频赚都没挣那么多钱 不小心暴露了 拍视频没挣那么多钱了 但是你看买了一个这个东西 花不了多少钱 但是这我老婆 他说这个他 他要他就拍 这个就是可以拍出360度的那种视频 就有点像那个VR 我们国内戴那种VR眼镜 可以这样看的一个设备 我是在 呃这个东西呢 在油管 呃在不是不是 对对在油管上挺多的 就是人家拍这种360度的视频挺多的 呃但是 在头条上的话就没有 好像没有这类视频 我不知道有可能是油管 呀 掉了 有可能是油管 哦不是 头条不支持吧 不让稿啊 就这么一个东西 大小挺合适的啊 因为我手 拍尖情啊拍什么都挺好的 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我感觉不是很大 你看 我的手是属于比较小的 但是可以一个手握住 嗯 怎么玩啊 怎么玩要研究一下 这个以后再说 然后 还有个好处 可能就防抖 这个东西应该是防抖的 到时候 到时候就不会出现屏幕 在那边晃的 让人头晕的感觉 那你的假刀给我一下 呃 哦 那这里还有那个架子 对 手持的架子 还可以放在锅子上的架子 这样 我就不用这样放在那个 放在这个这个 茶几上 这个手持的吧 这应该是手持杆 那你要配的这个 哦 对吧 这个应该是手持杆 哎 这个这个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带 带在脑袋上挺好的 找一个带在脑袋上 比如说我们去跑山骑摩托 好傻 对吧 这个可以 这个是那个 支撑在那里的那个夹 这个应该就是放拖子上的吧 就不是吧 你就是放外面环境 你放在那里 他就是360多了 对 对吧 应该是这样 这个不错 但是现在我就要研究一下 他这个视频 是不是拍出来会特别大 有手机什么 对 然后要怎么倒倒出来 然后要 我不知道 因为我原来直接手机拍拍了以后 直接用剪映做点剪辑 这个可能 剪映还不支持剪辑吧 我觉得 有可能 这个到时候要研究一下 这里还有就是送的 哇 掉了掉了 这应该是绑在胸口的吧 对 胸口 没有看到人家好耐心哦 有有有有有有 真的有 这种应该有可能就是放车上的吧 就跟我们先买那个大姜 还是买那个杀东西 那个东西哪里是吧 你看 还有还有些配件 这个是背包上的 应该还有个带脑在上的吧 这个反正后面再看了 东西总会到 这个怎么那么短 应该可以收藏吗 我看人家拿到几 如意棒 金箍棒 看到 长 短 哎 这个长库可以 这个长库可以的 哦 可以当拐杖 这个很长 这个有个一米啊 一米多啊 这个绝对有一米多 一米二米 好 差不多就这样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就有很多那种360度的那种节目 那会儿 我老婆就是因为看了这个 哎 觉得很有意思 其实就跟国内看比亚一样 看比亚一样 看比亚一样 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 同意我买了 一般情况下我老婆是不会同意我买这个东西的 有很多 比如说像这种 这种我就 不好意思啊 有广告 大家一起看个广告 好 屋气蛮黑的 哇 这个房间屋气蛮黑的 因为有点恐怖啊 这个就是那个 比较 哟 大家看啊 换了换了 不换的话 有可能到时候不让我 放出来了 这个视频 我们就要被被迫强制下架 哟 这种就是 有点诡异啊 就这样的 当然也有真人的 除了这种像动画片一样的游戏 也是有真人的 就是说你看像这种 这个人在这个平台上非常有名啊 这个人在这个平台上非常有名啊 哇 这抖的好厉害 看看其他的 看看他有很多三百六十度的视频 看一下啊 这种只有三百六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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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像之前看过 看 厉害吧 是不是很厉害 我也真的很厉害 太厉害了 挺有意思 好 看了 就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啊 真的啊 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视频 不能放了 放不了 后面 会找一找一个 出海吧 可能出海出海边的 阳光沙滩比基尼 拍一期视频 拍一期三百六十度的视频 对吧 到时候我就会 应该是就只能放到 前面看的那个平台上了 对因为头条抖音啊 这些理论上应该是放不了的 好吧 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 拜拜